他说他当时就去问老师说 老师这个命令在哪啊 然后这个命令是怎么实现的呀 它的原理是什么呀 我想看原代码原代码在哪啊 那个老师就说 这个命令呢 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你死尽一倍就行了 我们大家都这样写的 那你如果要找帮助的话 我不知道在哪里 你可以自己去搜搜引擎搜一下 其实他是没有搞明白 我们GNU GNU的发展历史 和GNU与我们Linux之间的 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学什么东西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原理 在理解的技术上去记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准备 去做一些记忆性的工作 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 命令的演练 我们后面就一大堆的演练命令 这个时候大家就不会说 再去迷茫了 对不对 再不会再去迷茫 而且到时候还会再推荐一些 小工具给大家 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下来掌握的 就是 我们GNU的这样一个历史 和Linux的一个关系 以及我们share的这样一个架构 这个架构 我是刚刚画的 画的有点乱 就我们share 为什么要有share share的架构 在Ubuntu里面 我们用的bash 这个share 和我们的coyotels 这个share工具 核心的工具 再次就是我们 如何去编译他们 如何去编译他们 那么如何去配置 环境变量 我都给大家讲过了 下面给大家安排一下 课后作业 就是下跟我一样去下下来 把我们的bash下下来 下下来过后 自己去配置去编译 自己去配置去编译 然后你们可以去熟悉一下 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 其他的命令 那包括官网也有很多帮助 对不对 这里面很多其他命令 那我们想象一下 下面桑德耀讲的命令 是不是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或者说就这些东西 及这些东西的扩展 所以大家下来 可以自己去演练一下 去学习一下他们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不要忘了 下来一定要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